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下 可下哪儿啊 可下树林里捉华南虎 长额奔月了嘛 对吧 把警问清天 对啊 所以欢心鼓舞嘛 都是说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华南虎 我作为搞新闻的这种嗅觉哈 为什么这个新闻现在这么火 照我一般感觉哈 它这个新闻要素来说哈 好像平常 当然说华南虎也是二十多年 活不见人死不见 但是 怎么最近好像就 他们这个新闻怎么成了这么大 没错 我发现 而且是各个报纸啊 它的评论版啊 都有很多评论是关于华南虎的这件事 是吗 对 真的 大家在评论说这件事啊 到底是真是假 无非是 无非是讲那个照片的真假吧 对啊 但是问题是这件事 你就看到现在接连好几天了 有人就找这个专家出来谈 又找那个专家出来谈 好像闹个不休了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就说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像香港的新闻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平常你在香港跟内地看报纸或者看新闻 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呢 就在内地看报 你会觉得有很多关于国际民生的事 对 是大家很关心的 都会闹得很厉害 在香港呢 就有很多这种社会新闻 比如说沈殿侠入院 狗仔队追着他不放 对不对 我理解他的意思 他说内地的新闻是 新闻大 爆出来的小 香港呢 是事情很小 版面上很大 而且都不是那么硬的东西 黄南火的事不是一个硬新闻 不是尖料 对 不是尖料 不是什么很大的政治事件 或者很大的政策事件 算环保 甚至也不是 他就是个社会议题嘛 怎么会变成就是霸具了那么多主要的新闻版面 对 我跟你说 我看来看去 我看不出这个新闻有什么特别 跟环保生态有关系吧 这个是些大阴阳 实际大主题嘛 你看了都说了些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 你看那照片 咱们也来辨别一下 说是假的嘛 这个华南虎 好家伙 吊金白鹅 我怎么觉得像我们家挂栗上那楼 就这个道理 有点像啊 再看下边 好 家伙 这是开心发布会了 最左边这个人就是拍的 陕西农民 那个农民嘛 就他发现 你再看下边 哎哟 周正龙 你瞧摆上范儿了 他拍 说他手头有71张照片 他说我是数码照片 上面都有日期的 然后呢 人家就说 专业拍这个华南虎 拍老虎的说 这一千米外头 拿那个镜头掉嘛 他说他就二十多米 后来人就有人就问这个农民 说二十多米不危险吗 那老虎不会吃你吗 他说不会的 他刚刚吃过野猪 哈哈哈哈 他怎么知道 他大概发现猪蹄了吧 他说 哈哈哈哈 他说他刚吃饱了 所以拍 但是啊 徐老师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学者呀 中国这个学者 他有草莽之气 你看那个中国科学院呢 什么植物方面的那个研究所 那个研究员呢 好家伙打擂台啊 我一脑袋担保 你那照片是假的 然后周正伦说 嘿 我看你那脑袋在脖子上还能待几天 我说这个 这就是 人家说那个 因为这个事啊 是陕西林业厅 陕西林业厅说 我们也有研究华南虎的小组 说我们看过这些个照片 觉得是真的 而且还有 所以说大家爱聊嘛 聊还有聊什么呢 说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啊 嗯 没准最近也是 要划成一个自然保护区 哎 那自然保护区里有什么呢 这是不是也 有一张照片 哈哈哈哈 是不是后面都有这个功力的动机在后面 有人这么说呀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但是照理说我们也得相信这个林业厅 因为他们要 他们是政府机构嘛 他们要做很多调查 他们到现场去看 没有 这个就牵涉另一个问题 就有人就出来呢 就有一个评论角度是这样 就说这件事政府不应该牵扯进去 就说 呃 政府不应该单方面的 就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科学调研之前 就站在这个农民这边 虽然现在林业厅就说自己呢 是经过研究 但是很多人就说你好像还没拿出来 一个充分的证据让大家去看 因为我们知道科学精神是什么 科学精神就是说你发现了什么 你实验证明了什么 那你整个过程 你有的材料拿出来 然后大家都来一起检验一下 是不是都是真的 这才叫科学嘛 那么现在大家在质疑这件事 可是我始终觉得啊 就这件事太古怪了 就闹的这么大 你刚说十七大 我觉得这跟真跟十七大有关系 是吗 十七大 开十七大黄南虎都出现了吗 不不不不 就开十七大的时候 别的新闻没什么好讲了 就只能讲老虎了 新闻淡季 新闻淡季 你知道吧 十七大就是新闻淡季 十七大就是热点嘛 除了十七大实际上是最大的新闻 但别的新闻都要让路嘛 那么这时候也没什么好讲的 做新闻工作者就找这个 而且你要知道这几年啊 就是各省的报纸 特别是那些都市报啊 他们已经养成一种惯性 就现在他们做新闻的方法 跟以前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做新闻 就官方发布个消息 大家就报一报 然后就完了嘛 但现在的新闻的做法就是 记者喜欢主动挖掘 那挖掘的时候呢 要有故事内容在里头 那么有时候他就揭闭 对不对 有时候呢就想指出某些黑幕 然后有时候呢就会 引出一个正反双方的一个辩论 但是每次开 比如说那种大型的政治会议 像十七大的时候 社会上都很平静 就一般没有什么 必让你揭的 那么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华南虎这件事呢成为一个 他那个这个报道里面 我看得出传媒下的功夫 比方说 那个专家讲的 他说我怀疑这张照片 他里边讲那句 要是真的话 我脑袋什么 这可能就是说说而已的话 可是呢 你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标题来了 对 你看他前面讲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拿了这句话 就去问那农民了 人家一脑袋什么什么 那农民也一脑袋来 你看这都是标题 这都是一个操作 我跟你说 这样的他大家就感兴趣 我觉得是一个炒作 你说的这个还是说媒体 哈 我现在觉得就你讲这个科学精神 首先媒体就要有科学精神 最近我遭遇一些事情 这就是 我就我就觉得吧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媒体分两种 有一种啊 就是坏心眼的 这就不用去说他 你比如说那 那你就知道这孙子憋的 不是不是 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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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朋友啊 他憋着那个坏心 有时候你看他提的那个问题啊 这个就不用说 这个就了解 我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就是说是好心 甚至是很权威的媒体报纸杂志 可是呢 在报道这个细节上啊 不精确 不精确 比如说啊 可能我在节目里讲 我说这个呃 徐老师啊 他这个呃 这个比如说 他的这个学术不过关 可能我是这么说 但是呢 他登出来 他可能就会变成 哎 东涛说徐老师是个假教授 你明白吗 他这个夸大 他不是有意 有 我是觉得啊 这个很多人啊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啊 你会不会觉得 就他粗之大业 他们不讲究特别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家人 哎 我我我觉得好传统就喜欢 一十一二十二 这个事儿 到一寸就是一寸 到一一厘米就是一厘米 一点都不能多 对吧 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种风气 这也算科学精神吧 这种风气缺乏 你哎 你就说媒体 我还就说北京那么大杂志 我跟你说 是我最相信的 我现在都是最相信的 这么一份周刊了 嗯 对吧 你也你也就 比如说他的记者 好 要这个做呃 采采访这个这个 千天三月行吧 报道聊天吧 呃 聊天节目吧 哎 找我呢 我可能说我是咱没做好 我就不接受了 这没什么 然后呢 你比如说他就可以 找这么一人 这小女孩呢 原来在凤凰干过 是个那个什么大嘴巴 就就就就整天特能砍的 实际上已经离开凤凰了 这个这小女孩呢 就跟这个记者 当然你也不能怪人这杂志哈 他找的记者小女孩自称说我是枪枪三人行的呃 策划人还是什么当当当当当过制片实际都是胡说呃 当然他也没说什么坏话 但是他就说呢 说他们这个枪枪三人行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最早啊 他们这杀人呢 都是在这这个被搞的啊 到后来呢 做了半年呢 因为没有广告 所以呢 看样子这公司啊 就要把这节目停了 所以邓文涛呢 索性破罐子破摔 咱也别被搞了 咱就想聊什么聊什么吧 哎 就给聊出个呛呛三言行 其实没有的是吧 什么时候被过搞 那怎么被搞 这节目从头到尾都 不是 这个事不算是埋态我们也 对 我是举这个例子 就这个周刊他就没有 没错 因为什么 对 我告诉你我我的一种假设就是说 我看这个周刊呢 哎 因为事不关我吗 所以我都看哦 他平常的报道一定都是很真的 你明白吗 但是终于有一次是你 你知道了底细了 你就会知道你的这个事 他能不精确到这么大的距离上 然后从此之后 说实在话 我还是看他呀 因为 可能别人还不如他呢 但是我最相信的一个东西 他都尚且存在这样的不精确 你想想 这个媒体的精确度 又从何而谈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 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啊 或者写信给他去谈这件事呢 哎呀咱招那事干嘛呀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测试 就是说 如果你写信 比如说读者身份 来信 或当事人身份来信 要澄清一点 那么看他登不登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国呢 也有很多杂志媒体报纸 有时候会报错或什么的 但是呢 他都会有些版面 是让读者来信 这个周刊 我想也有 那么他们来信之后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就会澄清 他们就会登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要开诚布公去检讨自己 这样大家就能够挽回这个信任 我不是说让他检讨 我就是给你打个比方 举个例子 就好像我 比如说我生活在一个城市 像你像在美国 在美国 在你可能看纽约时报 对吧 你会有一份 他是最相信的 平常报道的都是别人的事 你就当真事听了 对吗 但是突然他有一次报道了你 你自己知道 离真相有多远 你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我给你读段文字 现在的报章 是不能像个报章 是真的 评论的不能诚心而论 失了威力也是真的 明眼人绝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 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并未全盘落地 他对甲无损 对乙却会有伤 他对强者 他是弱者 但对更弱者 他就是强者 所以最重要 有时候虽然吞气忍吞声忍气 有时候人可以耀武扬威 鲁迅说的 鲁迅说的 什么毛主席语录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讲这个 我真是想跟电视机前我的那些个朋友们说 嗯 就是我是搞这行的 我必须告诉他们 就是说 你们如果在在就在中国任何的报纸和杂志上 看见任何事 先别生气 比如说出气到你 先别生气 因为我太了解了 就像我刚才给你举例子 我不是说人家周刊不好 这是个普遍现象 就是说 每当事一关急 你突然发现报道严重不靠谱 不精确 所以你就会说 有些人为什么打起来 你知道吗 是因为这中间这都不对啊 你说徐总你说我什么什么 我没说呀 那怎么报纸上说了 所以我就现在就跟我那些个 这个不是媒体圈的朋友跟他讲 你碰到这种关于你的报道 你先要去查核 这个报道是不是 他是不是在哪个场合说了这个话 你然后你再决定 这个事情的主角 既不是这个打的一方 也不是那方 甚至也不是传媒 主要是观众 主要是看客 有这些看客在 对 这个这个传媒他他就是这样 他要 我想有时候这个记者的问题就是 他要忙着交差 你要知道就是他们会 而且他难处 对 你给他设了很多禁区 那怎么办呢 对然后呢他要交差 他比如做了一个访问 嗯 他怎么样无论如何要完成一个东 一篇稿谈你的节目 你不肯接受访问 那么他就找别的人 别的人给他呢 他也就懒得再去查识了 对 你你是骗子 你说你坏坏就算 对 对我是这公司的经理 我跟你说是这公司 难道你就可以吗 可是问题就是这些记者啊 他有时候他不是想纯心 安一个坏心眼 他就只是没有查识 所以这时候呢 就需要有个制度的保证 比如说像我也常常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啊 我第一次有一次机会 接受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 印象就很深 怎么样呢 这很多很多年前呢 一个外国的一个杂志来做一个访问 访问完之后呢 结果隔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他们那个杂志社有人打电话来说 我们是什么什么杂志的资料研究员 我想梁先生我们前一阵子有同事跟你做访问 我想呢跟你澄清几点看你方不方便 然后他就那头电话那头拿着那个访问稿 凡是涉及到我讲印资料的东西 嗯 我说比如说我们 数字 数字 然后怎么样 杂料 然后他就有时候有时候有些看法 他觉得可能有怀疑 他问您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呢 您对这个说法你有什么意见呢 嗯 那我就我就觉得很烦 但后来回想起来 哦这就是他们的做法 所以你看一些外国的杂志 实际爱杂志啊或什么 他后面都会特别写的 他有一些叫researcher 嗯 那种人是什么职位呢 他就专干这个 就是你记者出去访问完人了 我这写了一篇稿 编辑部要有一个人 要打电话去核实这些材料 是不是真的 你像咱们前一阵你记得讲那个李扬那个什么疯狂英语下跪的那个那个节目吗 嗯 后来哎你看也是一个我特别信任的一个刊物报道 然后这个报道里赫然就有这么一句话 说是这个呃这个窦文涛 李扬的一位朋友 在节目里公开评论他这是邪教 嗯 哎 我记得咱没说过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让他们 我说你们把那个那天的枪权三十行调出来 然后那个编导说 不但你没说过 家俩嘉宾从头到尾 这整集节目里就没出现过邪教这俩字 是 况且我也没说过我跟他是朋友啊 我只不过是认识他呀 对这 但人家这个杂志特别好 我就发了一个这个传承函 我就说呀 如果是你们搞误差了 嗯 那也可以理解 后来后来他们跟我们也经常有有有误差 对吧 但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 我说 比如说对这事有所评论 一个公共事件 乃至于说有所批评 是可以的 但这就是我说的 1122 我批评你到什么程度 我说没说你是邪教 他是有区别的 可是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 我就觉得咱媒体 包括我们节目 包括我我们自己就经常犯这个错 大大大致吧 大致他是这么个意思 回去我就杜转去了 可是你知道邪教可以是很严重的指控 对 犯法的 他是有有差别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说得细心人干这行 他他他 我刚才讲那段话 鲁迅等于在讲今天的事情 他其实是讲袁令玉的事情 鲁迅后来还强调了 他说他伤害的是什么人 就是有名而没利的人 你看真的有实力的人 他不能伤害的 真的没明明信的人 他也伤害 我是有实力还是没实力 没实力啊 你是有名没实力 有名没有利啊 我有枪枪三人行啊 我跟你说 你还有点话语权 你你你平常人欺负不了我 对吧 你真敢在什么弄那 那我骂你不得了吗 咱们咱们还未知什么祈祷大光 咱们会干那个 我我我就是说 我至少我也有个公共平台 我可以伸冤吧 嗯 但是你好比说我的很多朋友 我都知道吗 平常报纸登个什么 那就是吃哑巴亏了 那没有办一点办法 现在还 现在还再加上网站等等 我的体会是 你有时候他来问你讲20句话 讲完了以后一看发发出来以后 你讲的好的话全删掉 就重要的话 留下来全废话 我为什么删得很准 对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现在不大 不大爱接受人家的这个采访 还真的不是说那个的问题 而是说怕惹出事来 因为我跟你说 现在我都到什么心情 因为那个是我忘了是北京青年周刊 还是北京什么 北京青年周刊 人家那个记者有一次采访我 最后登登出来 我看完之后 发现没走样 我跟你说 我就有感激替零的心情 对对对对 我专门通过我们公关部 我说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记者 哎呦就是没走样 哎呦我的天呐太难得了 你说这是 如果有时候啊 又有另一种情况 你也值得小心 就是我 有时候我遇到这些记者采访 他们很散良很好心 就访问完之后呢 他们会问我 你需不需要我把这个访问稿 再给你看 再给回你自己过目一遍 嗯嗯嗯 那么我好有几回呢 我是跟那些记者说 你这么做 我很感激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其实这是不对的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新闻原则上面 新闻原则是这样 就是你做记者的人 你要尽量忠实客观的 去把对方说的话记录一下 你可以有评论 你可以有评论 但这个评论跟事实 要区分的很清楚 然后呢 你要是真的担心自己没做好 你可以再问 你不能把稿子给回受访者 你没有义务让受访者审你的稿 没错 因为那等于是审查 因为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有些受访者 他会又删 哎呀我这话看起来好像不大好吧 我怎么样 那是不对的 所以说一个记者 要对自己的文则负全则啊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不能够给回受访者看你的稿 所以这时候我就说制度的建立很重要 嗯就是刚刚我们讲整套的专业制度 比如说你如果很对得起自己的报纸跟杂志 你可能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资料的审核员 那么然后你的记者的要求要很高 写字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呢 评论跟报道的部分分的很清楚 这我觉得是个问题 就今天我看到很多中国的记者 他其实挺好也很有良心 他做了很多题目我都很佩服 但是就是他在写那篇报道的时候啊 他夹序夹义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看 你就分不清 搞不清楚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是你说的还是人家说的了 哎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精确啊 哎我们家人都不喜欢不精确 但那个华南虎的事情当中 你还看到专家在这里边 专家 就是专家在也被传媒这个简介利用 人头担保都是 他们一方面他们是被他们简介利用 这个这个你看到专家的那一句话 他可能讲了很多 再说一句 另外更严重的问题是 专家集团在社会 这个现在这个作用啊也被人指责 最近我听到一个很严厉的说法 我们一直说官商勾结官商勾结 他们说现在其实是三角 铁三角 就是官商加上所谓的专家集团 嗯炒股啊房地产啊 现在这个专家就跑出来 收受了利益以后 定向的为这个官商勾结的去唱战歌 而老百姓对这一环是最不提防的 对最近还有个评论 最不提防的 最近还有个杂志办的 挺不叫评论杂志 他特别做了一个专辑啊 几十页就在骂专家 因为你现在你知道现在 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现在有些专家是怎么样 比如说有些环保专家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程 或什么需要做环境评估嘛 那么有一些专家 环保专家出来 变成评估专家 对就变成帮你这个计划 我保证他没事 就做这种东西 文学圈里啊 现在有很多人评论书啊 都是收钱的 对 这样你看都是收钱的 然后最主要是圈子里 大家都知道 也看不起 对 但是也不屑于出来说话 而且也可能有共同利益 有时候就是大学的同行 知道他每次开会拿钱 每次开会拿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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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